通話原酒竟然只賣五百 高雄警方查獲知一名清潔工 去年七月開始定期到一位雇主的住宿打掃 但是每次都神不知鬼不覺帶走了幾罐酒 直到上個月發現啊 這個大批的酒都不見了 調查是多達上百瓶紅酒等名貴酒類 大樓的監視器拍下 身穿黑衣黑褲的男子在櫃台登記後 就提著紅色包包上樓清潔 接著下樓搭電梯時 不只紅色包包變得鼓鼓的 還多了兩袋用黑色塑膠袋装的 其實裡頭都是酒 估計約有二十多瓶 因為太重嫌犯還得用雙手費力才提得起來 警方調查這名流性清潔工 是受雇到一名張姓雇主的家中清潔 沒想到他在打掃後 張姓雇主卻發現有大批酒類被偷 有一名清潔工自112年7月起 疑似利用打掃的機會陸續竊取大批酒類 及遠景調閱監視器追查 得知竊嫌於今年2月27日 最後一次竊取酒類後 再前往某家老酒收購行出售 變現及逃離 原來流性清潔工每次清潔都偷幾瓶酒走 離開後就前往一間老酒收購行囂張 再到高鐵左營站搭車 警方前往這間老酒收購行 當場起出各式高檔紅酒105瓶 三節高粱配酒11瓶 五公升金門大高酒兩壇 以及金門城高禮盒一盒等藏物 調查後得知店家是以每瓶500到3000元 不等的價格向流行男子收購 但酒行業者也喊冤 說男子自稱是爸爸不喝拿來賣 前後三次給了169000元 直到遠景上門才知道是藏物 你們都不知道那個是藏物嗎 怎麼知道 他會想他老爸這個有沒有人有辦法 遠景持續追棄成功在3號晚間 在台中市北屯區總站夜市 把流行男子棄補歸案 由於他同時也是桃園地檢 發布的通緝犯 調查後把他解送桃園地檢署歸案 至於流行男子切到酒類及老酒收購行收藏部分 則分別依照刑法切到 藏物罪嫌分別含請橋頭地檢署偵辦 記者劉啟文告訴我們報導 治療地檢署